你好! 今天我要聊聊 为什么我选择做一个中文老师? 嗯,然后我也要聊聊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我决定不做这个工作? 我也要聊聊 以后我要做什么? 好,那其实 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专业不是教中文 对,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学 他们有一个专业叫国际汉语 就是教中文 教外国人中文 那我的专业不是这个 我的专业是日语 嗯,大学的时候我学了四年的日语 那为什么我不去日本的公司工作呢?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喜欢日本的工作文化 我不喜欢日期 我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很累 嗯,工作的时间很长很长 所以大学的时候我决定 嗯,我不要去日本公司工作 那我想,嗯,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嗯,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课 不是日语课 是中文课和英语课 好,所以呢我想,嗯,我很喜欢语言 我可以做什么? 嗯,可能很多很多人觉得 啊,你可以做一个翻译 嗯,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英语 我不是英语专业 所以我的英语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我的日语也没有很好 英语也没有很好 如果我要做翻译 我需要学得很好 我觉得,嗯,所以我想 啊,有没有什么工作适合我? 然后我很意外听说了 对外汉语这个工作 对外汉语意思就是 对外国人的汉语 不是教中国人的 是教外国人的 好,然后我觉得 嗯,这个工作听起来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中文 我也喜欢别的外语 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工作 听起来很棒 那为了做这个工作 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培训 在那个培训 我认识了很多很多老师 也是因为那个培训 有一个老师认识了我 然后他邀请我去那个学校工作 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是我在北京工作 最长时间的学校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四合院 在北京是一个四合院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那个学校不在了 因为疫情 现在那个学校关门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北京 你去看我的学校 它不是一个学校 它是别人的房子 好 外国人 他们说不要 然后我说 嗯,那你的爸爸妈妈说什么 他们说 嗯,和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关系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一次我听我的学生说这个 我想嗯,这个学生不孝顺 因为他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我听了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听了很多很多次以后 我觉得嗯,他们说的对 好,所以呢,我觉得 因为我的学生 我的想法更开放 更西化 就是西方的人给我的影响 很大 更自由 嗯,我觉得因为这个工作 我认识了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 这个让我对这个世界 有了很强很强的好奇心 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 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让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好奇心 嗯,我非常非常想要去外面 去外国 去看看别人的生活 好,那那个时候在北京 嗯,工资怎么样? 哦,工资很低很低 嗯,最最最低最低的应该是一个小时 三十块 三十 也就是差不多四美金 四美金 嗯,那个时候如果我坐地铁 我要花来回十块钱 如果我吃午饭 我要花二十块钱 所以如果我去上课 我不是真的赚钱 因为我要坐地铁 然后我要吃饭 所以我不赚钱 嗯,那个时候我知道 啊,这个工作真的不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 好,然后那个时候 我要每天去很多学校 然后去很多学生的家 学生的公司 去给学生上课 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累 因为我每天可能我要去五个地方 在北京不一样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真的不喜欢去很远的地方给学生上课 因为我知道在路上来来回回太累了,太辛苦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工资很低 可是别的方面都很好 因为我的学生很好 他们给了我很多很新鲜的看法 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他们也很有意思 他们对我也很好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同事很好 嗯,然后我的老板也很好 因为老板和同事都知道这个工作没有钱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好 嗯,好,这个是第二点 就是这个工作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工作让我有了很多很多新的看法 然后也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强的好奇心 好,那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工作 我来到了澳大利亚 因为我非常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呢,2017年12月我来到澳大利亚 可是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要当中文老师 那个时候我已经教了两年多的中文 我觉得有一点无聊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每一次都用一样的课本 我都是说一样的东西 嗯,没有意思 然后呢,我也觉得我听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可是两年以后我已经听不到新鲜的看法了 所以我觉得嗯,我应该去找别的工作 我应该去体验别的工作 那还有一点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做很普通很普通的工作 你的工资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可以去试试别的工作 在澳大利亚,我一共做了三份工作 除了中文老师 第一份是一个日本的饭店 好,那个时候我觉得嗯,我不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嗯,那我可以去一个饭店 那我不要去中国的饭店 如果我去日本的饭店 我可以说日语 我可以提高我的日语的水平 所以我决定去一个日本饭店 这是第一份工作 这个工作很累很累 然后工资嗯,一般般 好,那第二份工作是我去了一个中国的公司 这个公司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公司 那我的工作内容很有意思 我的工作内容是每天去商场 然后去给商场里的人介绍我们公司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的签证 我的签证 我不可以在一个公司工作很长时间 最长是六个月 所以呢,我离开了这个公司 然后第三个工作是一个酒店 嗯,以前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我非常喜欢做咖啡 做咖啡 对,我在这个酒店的时候 我的工作就是做咖啡 对,所以呢,我一共做了三份工作 在澳大利亚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 如果你刚刚来澳大利亚 很多时候你要做很辛苦的工作 很累的工作 那我觉得我做的这三份工作 可能第一份日本饭店 这个工作很辛苦 可是第二份和第三份工作 都是不太辛苦的工作 都是很好玩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我没有去做非常非常累的工作 我没有去农场 去摘苹果 去摘草莓 对,我没有做过那样的工作 我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 为什么现在我又开始教中文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发现了可理解输入 就是comprehensible input 对,我觉得这个教学法 让我对教中文 有了很不一样的看法 也让我觉得教中文 其实可以更好玩 对我来说用这个教学法 是更难的更累的 但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更有意思 以前我用课本 对,我课本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那现在我完全是我自己决定 我要教什么东西 所有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故事 所有的材料都是我自己找的材料 然后我也学习很多语言 所以我在学语言的时候 我觉得comprehensible input 真的很好 那我觉得我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呢,嗯 我觉得这个工作 我还可以做很长的时间 我可以做更多的视频 我可以想更多好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做很长很长时间的中文老师 可能十年 可能二十年 可能一辈子 好,那你呢 你的工作是什么 为什么你做你现在的工作 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留言告诉我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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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